就看他那个包装有没有写 可是有时候他那个包装写也不清不楚的 所以现在都不大敢买日本的食品 听到日本进口产品 部分消费者根本没有购买意愿 加上进口商泰冠国际 进口的四副红纳豆产品 被发现夹带有核灾区生产的酱料包 让食药署不敢大意 12号会同台北市政府卫生局 前往知名百货展开联合机查行动 芥末是奇遇县的 这包油包它上面就没有标示的 像刚刚那个芥末包那么轻 你们就可以请那个事务商提供一下文件 确定一下这个产地是来自哪里 食药署联合地方政府展开机查 主要是目前的法令规定 复合式包装的进口加工食品标示 生产地是最终加工地 而产品当中的其他酱料包产地 却形成严重漏洞 引发国民党立委强烈抨击 我们到底在整个边境的把关上面 有没有办法如实地去把关到 不管它的产品本身或是它酱料本身 都不是来自于福岛周遭四线市 这完全是一个管理的漏洞 所以我们要求食药署主管单位 赶快针对这些所有食品内包装里面 相关的标示证明相关的规范 食药署除了联合机查和边境检查以外 同时呼吁进口业者落实自主查核的工作 如果发现不符规定 必须预防性自主下架 暂停销售 并且通报食药署 一旦违法的话 最高将会被处以300万元罚还 优电TV陈玉斌 何纯辉 蒋宗玉 台北报道